小米1810董事长雷军于社交媒体透露。小米12将于下周三,28日,发布。 市传小米12会使用高通最新推出的芯片。价钱大约7200元。继续打进高端市场。作为首批使用新一代高通芯片的手机。相信股价短期可以受刺激。需要注意的是,晶片短缺的问题可能会再因变种病毒Omicron而困扰。 在第三季业绩会上,小米预期需要减产1000万负2000万台手机。但相信随着小米产品的平均售价持续上升,可抵消负面影响。而小米的收入分布除了是销售智能手机外。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增长也是明显的。其中,广告收入在2021年预期增长43%。 比智能手机销售增长的37%还要快。考虑到广告收入并没有晶片短缺的问题。 这个分布收益将会是小米重要的分布。小米现时的17.5倍预测市盈率是远低于其他手机生产商。 例如苹果、Apple、的预测市盈率为29.6倍。 建议买入。目标价23.4元。只涉价16元。 顺耳玻璃08-68发型起。预期截至今年12月底子。 全年顺利按年增加70%至85%。 6109亿至119亿元。 而去年同期顺利64亿元。 顺耳玻璃子。 全年顺利上升。 主要由于中国建筑行业对浮发玻璃需求强大。 因此期内浮发玻璃业务的平均销售价格及销售量。 按年大幅提升及联营公司信义光能0968所贡献的盈利有所增加。 预期顺利的中间值114亿元。 每股盈利为约2.8元。 合乎市场预期。 而22年预期的盈利为每股2.96港元。 按年上升5.7%。 增长预期回复过去2017年的平均水平。 盈利紧合乎预期。 加上浮发玻璃的价格已由8月的高位回落约25%。 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。 令人忧虑信义玻璃的增长前景。 信义玻璃21年预期市盈率为6.14倍。 低于公司过去三年市盈率均值一个标准差。 估值相对较低。 以行业均值的市盈率7.3倍计。 信义玻璃的合理价为20.5元。 带市投资气氛薄弱。 仍建议投资者静观恒指出现反弹信号。 才考虑入市。 请标准资者静观恒指出现反弹信号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